好 接下来请王红卫议员 主席 以及我们议会各位同仁 还有市长跟市府 各位局处官员 主席 因为我是女性 我比较体贴一点 因为市长前两天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们都有非常的关注你 市长这两天因为跟着大甲妈落劲 昨天听说啊 连尿都是黑的 是不是说有恒文肌溶解 我不晓得这样子正不正确 然后我说市长啊 全身酸痛啊 贴满了这个酸痛药膏 但是呢 市政报告跟市政的质询 是非常需要体力的 所以主席 我在这边具体的建议 我们让市长多多休息一下 好不好 明天或者后天再来做市政报告 好不好 让他休息嘛 不然的话 我怕他这个是力不从心 还是有心无力 还是无心无力 议长 主席 我们体谅市长这么辛苦 我不希望他身上还有没有在贴酸痛药膏 我们就请他明天或者后天 或者是他到大甲妈绕境让他绕满绕好再回来到议会来报告好不好 议长 王议员 我相信这个市长的体力没问题 所以我们照议程继续走下去 好不好 这样子好 不要让 因为今天 因为我知道市长的这个脸说也在开直播嘛 不要让柯粉 哎呦市长你看 露出痛苦的表情 市长体力可以吗 有在贴酸痛药膏吗 我本来应该送他沙龙巴斯啊 但是啊 市长 我们一直要提醒的是 在议会里面做施政报告 不是应付了事啊 很重要 因为市上 我们在议会去年十月开始 到现在 已经大概半年左右了 那么 我在这边要提出质疑的是 包含 刚刚送到的一个简报 还有 这个施政报告 对于我们现在的东西经济的没落 都没有提啊 知智未提 反而我们都要看报纸 说要科公募税 然后呢 问财政局 又说 哎呀 研讨中 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说 高雄市长韩国瑜说 要豁出去 人进来 高雄发大财 而我们台北现在是 我们的客市长 跑出去 人不在 台北的店面关起来吗 那市长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呢 为什么 这么重要的市政报告 我去年九月 总咨询的时候 就有提醒市长说 我们东区现在经济没落了 商家都在猪猪了 对比我好 拜托 很重要 不要让台北变成 相思经济好不好 看到东区没落了 总区年九月到现在 连报到一根字都没有提oi 会不会太迷糊 市长 我们请 好,時間到,我們請市長要給他口頭報告或出面報告